上海市充分发挥了中医药治卫病的优势和特色 在本年疫情初期就下发了2022年春季 疫感人群感受疫病中医药预防的相关方案 并且把中医药预防干预也纳入了联凡联控的机制中 重点对出现阳性病例的老旧小区城中村 还有重点的人群 比如说社区的工作能源 快递小哥警察 还有方舱建设的工作能源 建设者都给予了中医药的预防干预 今日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做了一个抽案调查 对传播相近的五个区 十个中医医联体的隔离点进行了抽样调查 那么抽样调查的结果体现 在整个十个隔离点一共收治了59262名密接人群 那么有六个的隔离点 它付中药的使用率是80%以上 那么它的阳性率是18.57% 那么还有的话四个隔离点 服用中药率不超过50% 它的阳性率是26.82% 那么统计学体现了这两种选速性差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